美国不是常常高举人权大旗嘛 但是尾巴冲突 已经被看到人权双标 嘴巴说关心穆斯林的人权 但是尾巴冲突当中 很多穆斯林的民众呢 被卷入战火了 却不闻不问 不过呢美国还是呢 常用人权指责大陆 甚至扣上了种族灭绝的大帽子 你认为呢 美国针对人权是否双标呢 是的加一不是的加二 你认为美国针对人权是否双标呢 是的加一不是的加二 我们来看到美国国务院呢 十二号的时候 公布了二零二零年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国务卿布林肯强调 宗教自由呢 是人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呢严重的侵犯人权为由 制裁了前四川官员余辉 而美国国际的宗教自由委员会呢 还举行的听证会 说明华府对种族灭绝的尺度认定 而且呢还说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啊 其实是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了 包括了像什么呢 包括了新疆的问题嘛 但是因为他太频繁用了种族灭绝 被说啊你这个标准有点宽松 也引发了争议 尤其来看到就是说包括了新疆啊 甚至在四月份的时候 拜登政府呢更史无前例的 针对于这个土耳其人的这个问题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呢 厄图曼帝国军队有没有计划性的杀害 并驱逐上百万的亚马尼人 亚马尼亚人把他认定是种族灭绝 所以激怒了土耳其 那厄图曼帝国的军队呢 有没有这样的做法 其实呢让土耳其人是蛮不爽的 可以看得出来呢 针对于这个种族灭绝呢 美国最近蛮常使用的 只是呢美国爱扣别人帽子 反观呢却被中国大陆发言人 华春莹呛 你美国才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不是吗 因为呢事实上呢 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了 系统性的种族清洗跟大屠杀 犯下了庆竹难书的种族灭绝罪行 这是华春莹说的 还有呢这个是反人类罪啊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七零年代 美国政府呢将大量的印第安儿童送到哪里 寄宿的学校这个可以说是集中营的鼻祖啊 夏威夷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有说 美国对于印第安的原住民 实施种族灭绝是历史上大规模的 而且呢还说是很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普利兹获奖的作家叫托尔 约翰托兰其实在希特勒传里面呢 也有特别提到说希特勒建立集中营的想法呢 跟种族灭绝的做法 大部分就是源自于他对于美国 还有英国历史的研究 到现在呢种族主义 在美国还是全面性系统性跟持续性的存在着 我们来看到就是欧巴马 他其实曾经有说过 种族歧视呢存在于美国的生活的各个制度里面 影响非常深 依然还是美国基因的一部分 美国的前国土安全部长杰森 他也有说 他表示啊说如果有足够定义的话 如果是定义足够宽泛的话 就可以认为说美国的每一个机构都存在着系统性的 种族的主义 美国口口声声说啊 关心穆斯林人权 但世界上呢杀害穆斯林最多国家 华春莹说刚好就是美国 而且呢美国还是帮凶 像是呢在伊拉克啦利比亚啦 叙利亚啦阿富汗这些国家 都是用反恐的民意发动了军事战争 造成了上百万的穆斯林民众死亡 几千万的穆斯林流离失所 所以呢华春莹说 你美国对人权的关心到底在哪里 而且说到了美国控诉新疆的种族灭绝 结果呢还被前联合国的专家打脸 这位是谁 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前民主公平 国际秩序问题独立专家叫德扎雅斯 他日前呢在日内瓦接受了新华社 记者的专访的时候 他列出了几点的重点 他说呢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新疆 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 纯属呢无稽之谈 而且是别有用心的宣传 和患有中国恐惧症的表现 违反了联合国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的公约 甚至他说呢美国国务院日前不是有公布了 2020年的国别人权报告吗 指责中国大陆在新疆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但是却拿不出来任何证据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啊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再次的无端声明说 中国大陆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遭到了专业人士强烈反对 德扎雅斯呢就说我很震惊 我期待呢看到美国人权报告 应该会有一些基本的职业素养啊 但是呢他说这份报告可以说是拙劣不堪 而且他还说种族灭绝罪 是在呢防止跟惩治性的灭绝种族罪的公约 甚至呢有精准的定义的 你如果没有大量的证据的话 是不可以任意使用这个术语的 但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 美国呢针对非常多次的国际事件 都说是种族灭绝 那他就认为说呢 你没有任何证据之下呢 单方面给对方扣帽子 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如此呢不负责任的大稿宣传 其实会削弱自己的权威跟信誉啊 那西方国家呢掌握的国际话语权 其实常给世界呢带节奏 甚至呢美联 美国还会怎么样 美联社其实还有报道 拜登政府呢其实考虑到呢 大陆强迫劳动生产的问题 现在还有可能会制裁太阳能板吗 尤其来看到是呢 针对这个问题 大陆外交部犯人华春莹 就痛批啊 说这个新疆的问题 存在呢种族的灭绝 或者是强迫劳动 这都是一个瞒天大谎 前一阵子的时候 美国为首的几个国家 还有个别势力来大肆炒作 新疆棉花的种植呢 有一些强迫劳动 现在呢他又把黑手 掀上了太阳能的产业 但是新疆的棉花是雪白的 太阳能呢是清洁的 跟这些人呢 其实是意图跟行动 却是非常黑暗的 跟肮脏的 他们呢就是想要怎么样 尽一切的手段呢 而且要炮制 谣言跟谎言 来制造强迫失业啦 强迫贫困啊 或者是强迫产业的脱钩问题 要达到怎么样 要乱新疆 而且呢遏制中国大陆的阴谋吗 好 接着来看到就是说呢 不只是美国啊 最近呢拉高了 抗中力道的澳洲呢 也是针对新疆问题来开刀了 澳洲智库呢 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 ASPI 最近有一个新的分析说 新疆地区啊 在2017年到2019年 他的生育率是下滑的幅度 在近代史上 大于任何区域 超过了哪里啊 他说超过了 叙利亚的内战啊 卢安达啦 跟柬埔寨的种族灭绝的期间 甚至呢 还说生育率的降幅呢 是根据中国大陆政府呢 近十年的数据 所显示来的生育率 说呢还下滑了 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四的状况 集中就在呢 许多维吾尔族跟哈萨克族群 大多数的少数民族 那其实呢 来看到就说呢 还说婴儿啊 新生儿减少了十六万以上 那相较之下呢 也汉族的部分呢 新生儿则是比较多的 对此呢 华春莹呢就有说 我不知道呢 澳大利亚的这个研究所 他做出来的论文 他的报告说 新疆生产率出生率下降 百分之四十八点七 这个数字是从何而来的 但是他拿出一些数字来打脸 就过去六十多年来了 新疆的人均寿命呢 从三十岁增加到了七十二岁嘛 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呢 过去四十多年来呢 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口 从五百五十五万 增加到一千两百多万 翻了一倍 而且呢 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六年 维吾尔族的人口呢 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明显是高于汉族百分之二的增幅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最近呢 中国大陆也有做一些统计嘛 跟十年前相比 各少数族群的人口当中 是增加了百分之十点二六 而汉族增加人口是百分之四点九三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数字其实呢 跟澳大利亚所提供的数字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落差 也是打脸了澳洲的相关的报道 来看到西方媒体呢 其实在很多是没有直接证据之下 就是操作新疆的人权问题 同样招数的还有什么呢 高举国安大旗啊 对于大陆呢 大打高科技的围堵战 像什么呢 美国拜登政府啊 其实延长了前总统特朗普 也是川普的一项行政命令 这个命令呢 就禁止了美国公司使用认为说 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 会构成威胁的 公司所生产的电信设备 比如说华为 对此呢 华春莹就说 你美国真的不断的诋毁抹黑华为 和其他的中国的电信企业 但是到现在呢 都没有拿出任何的真凭实据嘛 证明说华为这些中国大陆的企业 对美国还有其他国家 构成安全性的威胁 所以呢 所谓的国家安全 不过就是美国 对于中国大陆高科技企业 实施国家霸凌的一种方式 而且呢 他还说呢 这是拙劣的借口 做贼喊抓贼的肮脏戏嘛 还说美国你频频啊 被爆出来说 临近门啊 怒角计划等等啊 全球窃听的丑闻 甚至连自己的盟国都放过 这表明了美国才是道道地利的 黑客帝国 窃听帝国 是不可靠的 不可信的 是可耻的 肮脏的 华春莹还呛呢 美国政府呢 其实是泛化了国家安全的概念 滥用国家手段 跟力量 不择手段要打压中国大陆的企业 是对美国自己呢 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 跟市场竞争的原则 是否定的 这种做法呢 其实不仅是伤害中国大陆企业的合法权益 其实也是伤害了美国企业 不是吗 尤其我们来看到 其实呢 美国企业它其实也有一些反弹 像一些抵制 三年前的时候 美国的营运商 他们就联合起来 说呢 想要从美国政府这边呢 能够获得一些补偿 因为美国禁止了华为嘛 至少呢 美国还要多需要11年的时间 才能更换美国所有呢 华为的设备 而且呢 在更换其他设备的时候 还要多花20亿美元呢 加上抵制华为的5G 美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 跟时间来进行研究 而当美国用户 在使用5G的时候呢 成本就会提高非常多 所以抗中抗来抗去 围堵围来围去 其实伤害的是 一般老百姓的荷包 中美两强的竞争呢 各界都在看 谁扮演起大国的样子 疫情呢 席卷了全球 大陆呢 是不断的捐赠疫苗 美国却是不断的囤积疫苗 另外呢 印度的疫情 拉警报 美国又给予什么帮忙呢 印度卫生部 今天最新的数据来看到 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 新增COVID-19的确诊病例 共有343144例 新增的死亡病例 则是有4000例 目前累计啊 来到2404万6809例的确诊 26万多人是死亡的 那印度疫情这么惨啊 却忙着抗中 甚至媒体呢还不断造谣哦 来看到了印度驻香港的总领事 叫韩慧怡 最近接受了南华早报的专访 那呼吁呢 大陆要帮助抑制COVID-19 防疫物资的价格飙升 印度时报 却是针对这一段报道 加油添醋啊 直接写成 印度抗疫呢 大陆的供应商 猖狂猖獗的 漫天喊价的行为 其实人家是要呼吁呢 要抑制防疫物资价格飙升 怎么会变成呢 印度抗疫呢 大陆的供应商是漫天要价 甚至还在报道当中啊 印度更引述了消息人士说的话 说呢 这个大陆呢 导致这个抗疫物资价格上涨 宣称的制氧机贵了四到五倍 甚至还有供养商 随意的取消合约 不过大多数的民众呢 印度民众是不买单的 纷纷指责这一份报道 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呢 印度政府呢 还放任人民自生自灭啊 印度COVID-19失控嘛 医疗体系已经不堪负荷了 西部来看到的是 国亚邦与北部的 北阿坎德邦的 这个地方政府呢 居然决定要使用什么呢 寄生虫药物叫 伊维菌素来治疗患者 不过呢 世界卫生组织呢 早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发表声明说 伊维菌素啊 用来治疗COVID-19的研究 没有定论啊 除非呢 将来出现有更多的证据 否则只建议在临床实验使用 国际药厂呢 默克以及美国食品剂 药物管理局也表示 伊维菌素啊 现有的状况跟数据 并不充足 但是三月份到四月份的时候 来看到印度呢 却有举办大胡捷 大量信徒还无视社交安全距离 这些才是最重要 应该要防范的